最近出包括了美日德韓都派出了特种部队参加演训 其中隶属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特别警备队是 首次参加环太军演 他可以说是日本最神秘的一支部队 原本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反恐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日本自卫队抗中的最神秘 成立的日本特别警备队 它是隶属于海上自卫队的直辖部队 而且训练保密 日本防卫厅甚至制定了否认部队存在的应答手册 部队训练则释法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周庭中 SBS只有约400人但战功标比 包括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2003年的波湾战争 2001年利比亚内战 以及2012年奈及利亚人质挟持事件 都可看到他们的踪影 SBS的训练过程极为严酷 包括耐力测试 在热带雨林中进行丛林训练 还有言行审问和战斗生存 每个人只有两次考试机会 平均每125位学员当中 只有10人能通过选拔 被送进汉街做成串联或并联模组 这就是电动车的心脏电池 台塑四宝及台塑生意 合资成立台塑新智能科技公司 电池模组厂首度对外公开 电动车时代得电信者得天下 台塑就准备要在张宾盖一座零酸锂铁电池工厂 预计2024上半年就可以开始量产 而等到第二期也跟着完工雨后呢 预计整体的产能可以拉高到五公元以上 连好久不见的台塑新智能 董事长王瑞瑜都亲自出马 就知道这座超级电信工厂 实在至关重要 因为台塑在电池产业 目前布局上游掌握材料 下游有模组 独缺中游电池芯 现在等于补足最后一块拼图 第一期我们将投资60亿 第二期呢2.9 一个这个电芯还有模组 所以全部加起来大概160亿 加速砸重金投入 毕竟一台电动车40%成本 都在关键心脏电池上 全球电池需求飞快成长 估计到2030年 全球需求量将高达3200GW 台湾也会达到7.21GW 将严重供不应求 能够做到 就像我们石化产业一样 上中下的垂直整合 但为什么选零酸离铁电池 台塑说评估之下 离三元电池材料 涅估稀缺难以取得 而千酸电池不止体积大 也相对耗能比较之下 离铁电池可以循环 超过3000次相对安全 也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台湾很多的 丑商 我们能够成为台湾本土的户国神山 新户国神山三强鼎力 台泥在高雄投资120亿 生产高容量高充放电功率的 离三元电池 专攻千万电动超跑 而鸿海则预计在2024年量产第一批 零酸离铁电池主要应用在电动巴士 台湾有向我们耕耘超过10年的离铁的 整个产业链的应用 包含核心技术的 没有 离铁的所谓的电池电控系统的技术 不是想做就能够做得到 那是有很深的诺好 台厂加入电池产业 一步步把缺口跟关键填补 继半导体之后 下一座护国神山 已经成型 东森很新闻 留子能红沛鱼 彰化报导 提早登场了 有散装龙头 慧阳KY先打头证 交出了6月份 第二季 还有上半年 三创新高的好成绩 那累计第二季来看的话呢 每股的税前盈余 达到了5.77元 上半年 每股的税前盈余 就赚了9块3 也就是说半年 赚了将近一个股本 展望下半年来看的话 慧阳认为 中国大陆加速复工 多国也在扩大基础建设 带动了原物料的需求 拉长船舶的周转天数 渴望推升BDI指数 跟运驾走扬 慧阳就预估说 旗下指数联动型船舶 将持续受贿 船舶的换约 涨幅全年上修到42% 不过货柜航运市场 近期杂音不断 许多机构也下修了货柜三雄的目标价 不过专家认为说 即便是经济面临衰退 货柜航运下修力道 还是跟半导体比起来缓和许多 来听听专家的解析 6月20号的时候 他说需求减缓 需求萎缩返转时间点 那时候全球的货柜轮都摔得迷茫 他说触顶返转 隔了9天 6月29号就那时候 他们公司的货柜的硬量 并没有显示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 改了 修正了 认错了 那花旗呢 他把长榮目标价 从160砍到70 我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报告是在除袭 6月29号以前 所以以现在的长榮的 因为除了洗的 你还要减18块 是52块的意思 52块 我要看到这么低 但除袭后了 那他看错了吧 看错了 这当然他有他的理论 EPS 不管他怎么评估EPS 但是他就是把长榮看得非常低 但是我的看法 我们直接看这个长榮的贴线 我们来看股价 我的看法是这样 假如经济衰退的话 多少下半年 长榮的EPS是会下修 但是再怎么样下修 它一定比半导体修得少 修得少 所以我觉得今天 所以它没有理由跌得比半导体多 对 我觉得今天大家 因为盘中的时候 很多半导体的股票 IC设计 什么金银代工杀下来对不对 我觉得对法人来讲 他会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半导体跟航运 因为这两个是占据台北股市资金 最重的两个地方 那我不买半导体 我只能买怎么样 货归轮 不过中国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恐怕 还是国内的经济 因为就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他重视的克强指数 出色了两项的下滑 港媒就指出 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挑战 克强指数它很单纯 就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贷款 贷款 银行贷款金额高 那表示生意活弱 第二件事叫做运输 运输量大 表示这个厂商有运转 第三个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电力 这个肯定 工业要发展 你要用电 但是这个数据公布起来的时候 真的让习近平可能脸色会很难看 为什么 时光在7月4号所公布的数据 7月3号公布的数据里面 基本上你看到全都下跌 铁路货运日减0.34个百分点 高速公路货运日减12.04个百分点 而且最恐怖的是港口的物量 下滑了4.3 那民航的运货运的班次 一口气大幅的减少11.8个百分点 好 那我们说货运不行 那电量总会增加 结果发现到5月份全社区的电量 是年减高达1.3个百分点 而且是连续两个月 至4月连续两个月下滑 那问题来了 你的贷款金额是有增加的 但是你这些所有商业 还有电力是减少的 表示这些增加的贷款 恐怕不是用在所谓投资 今年报提早登场 是由散装龙头惠阳打头证 缴出的事包括了6月 第二季上半年三创新高的佳击 惠阳自节6月税前盈余是16.13亿 每股税前盈余2.16元 累计第二季 每股税前盈余是5.75元 上半年每股的税前盈余9.31元 都是创新高 而展望下半年 惠阳认为中国大陆加速复工 多国都扩大基础建设 带动了原物料的需求 加上全球原物料生产 供给板块变动 拉长了船舶周转的天数 渴望是推升BDI指数 和运驾走扬 惠阳预估旗下指数联动型的船舶 会持续的受贿 船舶换约涨幅全年上修到42% 世界新一 6月20号的时候 他说需求减缓 需求萎缩返转时间点 那时候全球的货柜轮都摔得迷茫 他说触顶返转 隔了9天 6月29号这样的时候 他们公司的货柜的印量 并没有显示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 改了 修正了 认错了 那花旗呢 他把长榮目标价 从160砍到70 我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报告是在除袭 6月29号以前 所以以现在的长榮的 因为除了洗的 你还要减18块 是52块的意思 52块 我要看到这么低 除袭后了 那他看错了 看错了 这当然他有他的理论 EPS 不管他怎么评估EPS 但是他就是把长榮看得非常低 但是我的看法 我们直接看这个长榮的K线 我的看法是这样 假如经济衰退的话 多少下半年 长榮的EPS是会下修 但是再怎么样下修 它一定比半导体修得少 修得少 所以我觉得今天 所以它没有理由跌得比半导体多 对 我觉得今天大家 因为盘中的时候 很多半导体的股票IC设计 什么金银代工 杀下来对不对 我觉得对法人来讲 他会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这样的话半导体跟航运 因为这两个是战绩台北股市资金 最重的两个地方 我不买半导体 我只能买什么货归轮